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在2023年即将迈入尾声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COBE28在杜拜举行了 我们都知道地球当前正处在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刻 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冲突呢 使得化石燃料的价格暴涨 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通膨 但是同时呢 温室气体的排放该如何解决 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所以本集节目呢 我们就要来特别邀请 现在人正在杜拜参加 COBE28联合国气候峰会的 KPMG安侯永续发展顾问公司 董事总经理黄正中Niven 邀请Niven和我们分享一下 在参加COBE28的时候 所见所闻 哈喽Niven你好 KPMG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想先请教一下 这一次我们参加COBE28 我们KPMG台湾这边是 派了多少个同仁参加呢 那他们观察的主题有哪些呢 台湾这边 目前是KPMG安侯建业 就是由我代表出席 那我们参与了 整个KPMG全球的一个代表团 那代表团 大概就有50位的合伙人 一起在这个会场 包括协助客户 或者是也参与很多各种不同相关场域的研讨 是 我们都知道呢 杜拜其实是全球在中东这个地方的政经跟金融的中心 那想当然而 他跟化石燃料的这个态换的进程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 我们在观察COBE28举行到现在的一些外电新闻呢 也能够观察到 其实各国的代表呢 对于化石燃料的相继的一些态换 他有非常激烈的讨论 所以这次整个COBE28的主要核心的议题 是不是就在于如何取代于化石燃料这个议题呢 严格应该是这么说 正常安排下 这不会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啦 主要这次的气候谈判 应该还是重点放在 包括了就是说气候已经变了嘛 那么这个部分的调试应该如何怎么来进行处理 再来包括就是说气候已经变了 这个灾损每年至少超过2000亿美金以上的来度 因为气候异常导致的天灾 那这部分的灾损到底这个全球的灾害 这个应该支付的费用要由谁来负担 那发展中的国家 若容易受伤害的国家 又如何可以得到这些资金的这个援助 那这也是一个关键的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正常状况下 整个新能源的这个议题发展 也是非常的迅速 特别是过去针对这个再生能源 锋利为了要因应气候暖化的议题 所以应该要更扩大规模 那更扩大规模 这个再生能源的部件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关键 那再来就是说要扩大规模 这个部分我想没钱万万不能 所以这个资金的融通在气候金融 也是这么多年的谈判下来 今年也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 那另外就是说气候变迁跟很多自然物种生态 这个相关的领域 那包括了就是些 比如说这一个原住民 这个容易受伤国家 当中原住民可能社会的冲击 生计的议题也是这次应该要讨论的关键 主要是这几个主题 那么很有趣 化石然料不是整着谈判 从头一开始都不是关键的一个扶上台面的议题 但是呢 在历年来的谈判里头不敢触及的这个议题 终于在两年前 两年前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会议里面 首次当时主办国英国 在杰逸文的草案里面就提到 要把煤淘汰这件事情 跟对化石能源补贴淘汰的问题 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关键性的项目 那么所以当时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 那两年之后呢 这个更扩大把这个议题 直接在这个正式开议前 联合国气候变化钢阿公约的新闻稿 就把化石燃料 就是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的淘汰 直接把它显性化 然后在开议的这个当天呢 联合国的秘书长 联合国气候变化钢阿公约的执行秘书 也都进而强调要淘汰化石燃料 变成是控温1.5度C 唯一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部分呢 就一下子在会场呢 就瞬间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致必整个谈判的工坊 应该在这个议题上面 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谢谢尼文的介绍 如果说它会成为一个 从不被预期的话题 成为一个关键话题的话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话题的工坊 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 在这场论战当中 您所观察到 第一所观察到 这个工坊 工手双方分别是一些 什么样的企业组织跟主权经济呢 我先做一下说明 就是说刚刚前面提到 这次大会原有的主要的议题 是没有这个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 是不是我们一起当中 它应该是会被触及到的议题 是的 我这次主要的出席 也是因为这一路以来 的这个发展 看石油经济要如何 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要能够朝怎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这是我们观测的重点 那再所以再来就是 谈到您刚刚前面问到 在工坊的部分 那主要如果说化石能源的产业 必须要面临淘汰 这么样一个算是非常严苛的 一个挑战 那产油国势必就是第一个 守的防的一个关键 所以也等于就是说 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很多的新闻稿也都全面的 就是去报道了 这次这个阿联球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这个工业跟先进科技部长 也就是这次大会的主席 他开始正面的回应化石燃料淘汰的议题 那他直接就非常不客气的说 这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淘汰化石燃料是应用空温 1.5度C的一个唯一方法 换句话说他直接就对联合国秘书长开战了啦 那这个是我们认为几乎在过去联合国的气候谈判里面 从联合国秘书长到联合国气候公约的执行秘书 到主办国的主席 过去基本上是一气呵成嘛 因为你这个谈判就是要让市可以推展嘛 那这一次我想应该是少见在开议前几天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冲突的争议啦 所以产油果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攻防就非常的关键 所以我目前在现场也正在追踪跟确认 就是说代表石油产业化石能源产业油气煤这个部分 来出席这一次大会的注册的人数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我这边先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在两年前的苏格兰格拉斯哥气候谈判 当时呢来自化石能源产业大概有500名代表 这里面有包括了化石能量产业的高层员工 主管还有包括相关的一个组织 甚至是公关税客 那这个是两年前是500位 去年在埃及的第27年的气候大会里面是630位 也就是比前一年增加了25%左右 那我今天刚刚查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的话 就是今年在这个阿拉伯联合格拉公国杜拜举行的第28届谈判会议里面有超过1300位 所以也等于就是说比去年埃及增加100% 所以这个工房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我们来参加是到了南区 南区就是主要一个谈判会议跟展区比较关键 但是南区里面还有在更南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其实就是真正各国谈判代表主要主谈的大会场 那这个大会场里面呢 我刚刚也看到了一个资讯 就包括加拿大的国家里面 它这个能够进到大会的真正主要的谈判场 代表化石能源产业 新加坡整个国家可以进去的代表里面 就有35位是来自化石能源产业 所以就可想而知 在南区更最核心的谈判区域里面 化石能源产业会竭尽所能的要成功工房 让这个最后决一文里面全世界达成的共识 对于化石能源产业可能未来的前景 比较有一些挑战性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工房的关键 我想大概这个是提供给听众朋友 那目前初步来讲 有100个国家是有支持响应 要淘汰化石能源产业这样的一个主张 所以最后应该是需要观察一下 在今年的杜邦相关的最后谈判的决议文里头 是不是会有淘汰化石燃料产业的一些相关的文字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不会有太乐观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今年能够把这个议题显性化 我想它已经代表了整个能源经济专心过程当中 有更强烈的讯号 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高度仰赖化石能源这个部分 那是肯定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戒的一个关键 是非常谢谢Niven强劲的介绍 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决议文最终的版本 我们也还没有看到 所以还没有办法证实说今年COP28的结论 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 但是从刚才Niven的观察 已经非常细致的可以帮大家提点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今年防守方 也就是支持化石燃料的这一方 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它的人数整整增加了一倍 所以他们希望在化石燃料议题上面 能够坚守立场或者是表达他们的需求的 其实这股力量是相当的大的 我们也是不能忽视 但在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 全球对于化石燃料的希望逐渐减少使用 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这样子的呼声也必须让台湾这边 这个高度仰赖这样子的经济体 能够有所警惕 但我们想要请教一下Niven 如果说我们在还没有得知 最终决议文的情况下 先估计一下 假如它的最终决议文的版本 有没有具体的提及化石燃料退场的 这样子的时程相关的字眼 假设有的话 它象征全球是不是朝着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还有升温 它是朝着一个更正面的方向去走 那假设它没有提及相关的字眼的话 是不是象征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以及控温的时程又更远了一些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看待这个 还没有得知最终版本的决议文 我想要去分析这个议题 应该很必要的一个前提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那因为总体来看的话 应该是说我们主要还是要看 气候变迁的事实 那在大会开始之前 其实所有相关包括联合国的报告 其实都指出 目前我们已经是暖化1.2度C 那不过呢 包括我自己在今年的演讲 其实很多的场合 我都已经拥用了一些相关的数据 你说其实在今年已经超过暖化1.4度C 结果呢就在开印没多久 世界气象水智就正式的发布 今年还剩一个月 但是实质的状况 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情况 触及到暖化1.43度 所以应该是说这个马上要面临 触及逃命线暖化1.5度C 非常非常接近了 五年之内的事情了 所以等于也就是可以期待 未来在气候急度地长带来的灾损 是必仍然会持续扩大的情况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以这个气候公约的相关的谈判呢 它不会在一个原本没有放在大会主轴的议程下的议题呢 它会在最后决议文 就包括把所谓的时辰啊等等 这些议题全部都弄清楚 因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基本上大概都是 它决议文里面会把某一个特定的议题提出来 提出来了以后 接着后面才会 比如说就将来应该要如何就这个议题 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规划 提出各种因应的草案 所以那个会变成会逐步谈判的一个主轴 所以如果是说今年在淘汰化石燃料 或者是逐渐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上面 真的有被纳入捷一文的话 那后面才会启动 那到底要如何淘汰 到底要如何逐渐减少 那个就会变成是未来谈判的一个关键 那比如说我这边举一个两年前的例子 两年前当时比如说要把煤要能够把它淘汰 然后要对化石燃料的补贴 补贴就会导致我们到底要付多少的这个电费 有备等等 那当时是谈判的过程当中最后被妥协 当然就是说工坊里面化石燃料产业还是战胜 但是就是把淘汰变成逐渐减少 可是在去年这整个相关的谈判里面 要如何逐渐减少 或者是所被化石燃料的补贴 要如何逐渐减少 其实并没有真正具有实质 未来真正要具体落地的相关的一些作为 所以等于也就是说 就算这次捷衣文也没有纳进去 后面的工坊仍然是可以把它封杀的 或者是可以把它阻止的 或不让它再进到谈判的议程 所以化石燃料的这样的一个石油经济 要能够真正面对大的翻转 就可想而知 这绝对不会是一天两天 那人类从1992年制定气候变化 刚好公约 1997年进度议定书 开始首度管制二氧化碳 走到现在谈判谈了28年 那我们往后看到2050近零 还剩多少年 27年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刚好基本上就是在整个人类 我把它称为叫一世纪减碳 60年几乎是快要到中间点了 那在中间点的时候 化石燃料这个议题被浮上台面 我想这个也就是大概这整个未来的这个能源技术科技 投融资到能源相关背后所产生 带来的产业关联性的一个骨牌效应 我想这个应该都是我们要积极去关注 关注要说如果台湾没有一滴油 但是有很多国家有产油 但是产油的国家 现在或产化石燃料产器 这些不能够再用的时候 那我们没有这方面条件的国家 我们更需要比他们还要再更积极的去开发新的能源 那或者是掌握新的能源 或投资新的能源 因为台湾现在已经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我们手上的资本不足 今天我们台湾的资本我想都有一定程度的冲与学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新的能源技术的投资跟掌握 它可以是有全球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才是我们最关键 应该后续也要来积极思考 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变革之路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一个计划 重点就是在未来三十年 那么全世界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 都会有充分的角力 换句话说说洗牌的一个情况 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 挑战也会非常大 是非常谢谢尼文的介绍 那最后我想请尼文作为一个总结 因为刚才您也提到说 如果在这个2050的路上 其实我们现在大概走到了一个一半这样子的节点 这样关键的位置 您也刚才提到我们距离1.5度C 已经非常非常的靠近了 那往后还有二十几年的努力的时间 那回头看我们过去这一路以来的努力呢 当然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成果 不过我们看起来似乎距离这个控温的节点的目标值 还不是那么的足够 所以您刚才提到说 我们要深度的去思考 如果我们在没有一滴油的情况下 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台湾的经济能够继续的永续下去 这几个方面 我们在COP28这一届的峰会 假如结束了之后 您认为台湾应该要如何 从产观学各个业界 要如何的来看待 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峰会的结论 跟它接下来可能发展的演变呢 是我想第一个最关键就是一定要把这整个来龙去卖 等于是我们要做部件未来30年的努力 然后接着就是2050年以后 整个国家在新能源经济上的发展 我们的投标应该要摆在什么位置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变成是需要各个利害关系人 要做很充分的沟通 也包括政党之间的沟通合作 就像您讲的产观学研 那台湾必须要处理的一个关键议题 就是我要谈的第二点 就是两年前在格拉斯哥谈到对化石燃料的补贴 必须要逐渐减少 换句话说 我们的能源价格也面临必须要逐渐调整的 一个挑战 那这是一个高度政治跟民生 敏感度高的议题 所以如果没有充分的沟通 它势必会拖延我们台湾 在新能源经济转型力道上的一个酝酿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化石燃料补贴 被逐渐减少以后带来的能源价格的重积 那第三个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晓得 不管是不是这次真的有把这个化石燃料 变成在淘汰或是渐渐少 有被放入捷衣文 但这个讯号已经强烈 因为这是几年下来的一个讯号 变成我们在新能源经济上的部件 也应该是说原来既有的低碳的能源 我们必须要扩大规模 加速的一个力道必须要提升 第二个也就是我们对新能源的相关的开发 包括轻能 好像这次我们跟其他一些新进国家 他们在轻能上的发展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空中楼里 目前大家在谈的展示 都已经是具体落地的一个新的未来的轮廓 甚至有重要的关键技术落地的一个实体的案例 已经都逐渐被发展跟证明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变成 我们在未来新能源的掌握上 它势必也会攸关我们的海外布局 因为这个部分就跟我们过去企业界来讲 政治是一回事 但是全球的布局势必也是一回事 过去我们谈到说 企业将来一定是从低碳电力而居 因为碳开始有价格 势必会带来很多的贸易上的障碍 所以我们变成对于新能源部件的 必须要放眼放宽 搭配着整个企业 台湾的企业都行遍天下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也有非常非常多机会 值得我们台湾的产业界去注意的 那我想大概我主要给听众朋友们的建议 是非常谢谢Niven 每次跟Niven做访谈 都有一个很充分的收获 因为他都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解释的非常详尽 然后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完整的insight 相信在COP28的峰会之后呢 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当然也会有非常多的挑战存在 这对于台湾这样子的能源结构 跟经济的结构呢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在 我们也期待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 能够邀请Niven和KPMG团队一起来 针对COP28以及相关产生的影响 为我们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深入的解析 今天非常谢谢Niven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连线 谢谢Niven 谢谢 谢谢Peter 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量节目 让我们下期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